数字构差问题相信你已经很熟悉了 比方说给你两个1 3个2 4个3 总共9个数字 问你能组成多少九位数 你就可以这么来算 第一步从9个位置中挑两位置填1 方法数C92 这样还剩9.2得7个位置 第二步从剩下7个位置中挑3个填2 方法数C73 这样还剩7.3得4个位置 第三步剩下4个位置全部填3 方法数为1 把这三步详成就是最后答 算算有1260个这样的九位数 在这个视频里 我会把很多看上去跟数字构造 毫不相关的问题 统统转化为数字构造问题来解决 比方说冰箱里有两个苹果 三个梨以及四个桃子 大猫打算每天吃其中一个 九天吃完 那它有几种吃的方法呢 如果你苹果梨桃子一天天写话的去除 那还是挺麻烦的 但只要你稍加调整 就立马可以把它转变为 刚刚讲过的这套数字构造问题 你把苹果看作1 梨看作2 桃子看作3 九天看作从左到右的九条横线 那哪天吃苹果就在哪条横线上填1 哪天吃梨就在哪条横线上填2 哪天吃桃子就在哪条横线上填3 这么一来 一种吃水果的方法就对应到了一个 由两个一三个二四个三所组成的九位数 只要找找这样的九位数有几个 吃法就会有几种 于是吃水果的方法数就是这种九位数的个数 也就是1260 刚才这种把吃水果的方法 对应为九位数的数学思想就是对应 在接下来的几个视频里 我会教你如何通过对应思想 将很多看上去貌似全新的基础问题 转化为早已学过解决方案的老问题 比方说这里有三串靶子 第一串有两个 第二串有一个 第三串有三个 如果我规定你一枪只能打掉某串靶子中最下面的那个 正好六枪打完所有靶子 那有多少种可能的打把顺序呢 你可以画出六条横线来表示这六枪 如果第一枪打的是第一串最下面那个 就在第一条横线上填1 第二枪打的是第三串最下面那个 就在第二条横线上填3 第三枪打的是第二串 就在第三条横线上填2 第四枪打的是第三串 就在第四条横线上填3 第五枪打的如果还是第三串 那就在第五条横线上继续填3 最后第六枪只能打第一串剩下的那个了 于是就在第六条横线上填1 发现没 一个打了六枪的打枪顺序正好对应为一个六位数 而且这个六位数恰好有两个1 一个2 三个3 恰有两个1 是因为第一串有两个靶子 得打两枪 恰有一个2 是因为第二串就一个靶子 只需打一枪 恰有三个3 是因为第三串有三个靶子 需要打三枪 只要你叔叔有两个1 1个2 3个3 组成的六位数有几个 就知道打枪顺序有多少种了 咱来算一算 先从六个位置中挑两个填1 方法数是C62 再从剩下四个位置中挑一个填2 方法数是C41 最后剩余三个位置都填3 方法数就一种 三不相乘 答案就等于60 以上几个例子都是最简单的对应技术 只要你把题目条件对应为数字构造问题 就能用老方法解决新问题 怎么样 听明白了吗 如果明白了 就自敢动手试试吧